Hello everybody 我又來了 我來幹嘛呢 我是Champion 我今天來到了 欸 不要踩 旁邊就是佳慶 佳慶他們現在慢慢走路 Hi 我們今天來到8292要吃韓式燒烤 據說很厲害 超厲害 我很期待 如果不厲害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玻璃窗打破 沒錯 我們就直接吐給他看 對啊 好 待會呢 就是要經由我跟佳慶的胃盤 來決定這間店是不是值得推 其實呢 我本人很怕吃韓式料理 是因為他們的筷子都是扁的 我每次都拿到手的快中崩啊 奇怪欸 不過沒關係 我來這邊吃就是你知道的 我希望可以透過我的方式來介紹這間餐廳 我也希望我未來業配可以很多啦 這個水梨汁喝下去很特別欸 它有果肉欸 而且我覺得還蠻甜的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喝甜的 因為我們家有糖尿病的遺傳 所以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糖尿病 超好吃喔 我沒辦法很自以為是的講說好吃 我覺得很不甜的 要吃個自己吃 超好吃的 很好吃喔 耶 我現在要喝的就是這邊聽說必點的大醬湯 胃口呢 據說比較重 胃口再怎麼重 也沒有我的體重重 也沒有我的體重重 那我們就來喝一口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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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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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喝起來有點像味噌湯 然後它的料都很多 有小黃瓜有豆腐 很棒 其實我不懂大醬湯什麼 可是我懂好不好喝 美味 就這樣 好美喔 我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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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好可愛的小QQ蛋 我就吃吃看 但我們就不跟台灣的蒸蛋比較 因為各有厲害的地方 我就來吃吃看 我露出這麼幸福美滿的笑容就知道了 好好吃喔 好燙 冷麵 你可以用這個中和一下你的味蕾 那我先試吃給大家看 我裝在小盤子等我一下 耶我裝好 好快喔 好那就是我去韓國的時候我都沒有吃過這個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值得吃 但是我在台灣來到這裡就是要試試看 因為它不是宏大很正統的原汁原味 反過來的 你要吐了是不是 有點酸酸的 然後微辣微辣 韓式料理有很多都是重口味的 很解膩 有沒有 這是韓國很厲害的地方 안녕하세요 Hasamita 忘記了就這樣吧 謝謝林家慶 這是剛烤好的五花肉 然後我們下來試吃 好好吃喔 而且它 因為幫我們烤的人 也把那個 烤的 很脆 這個是真真實實的 一條五 太好吃了 跟Youtuber出來吃飯好累喔 Youtuber動不動在那邊拍片啊 好煩喔 這就是剛剛從我身上取下來的五花肉 我已經覺得我現在身 輕了兩公斤 我現在要吃這裡的五花肉了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口感如何 因為剛剛他們幫我們烤的 是非常的焦脆 OK來 吃囉 吃囉 沒有言語可以去喔 超好吃的 現在我們呢 我們的店長來在做啤酒塔 現在店長要貼到五個 我的天哪 哇 我好害怕喔 超好吃的 體氣很神 現在大家都在看我們 現在大家都在看我們 大家在看我們 喔 慢慢慢慢的流下去 好像要結婚了 好棒喔 大家一定要來這裡啊 然後它現在要加燒酒 這是水蜜桃口味的燒酒 哇 哇 你們看一下 你看 你看 我超害怕 最後要加的是可樂 哇 那個酒的味道一定很特別 哇塞 好棒喔 我的這一杯 其實昨天濃度不高 但是 好好喝喔 享受 人間的享受 我現在好辣喔 耶 今天我們來到八二九二吃完呢 其實我個人本人還蠻推的 這邊東西都很好吃 然後也很謝謝嘉慶 就是一起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用力的分享出去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開啟鈴鐺 追蹤我的IG 以及幫那個閃亮放時代按讚齁 然後先這樣因為吃得很飽很累了 我要睡了 大家掰掰 好 好